请您观赏老灯开讲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格外亲 今天还是讲故事 这是故乡土 故乡土一放在这 就是要讲家乡的故事 上一期讲故事 讲到了习近平的亲姨齐云 这一期讲我爹的故事 我爷爷奶奶生了6个孩子 我大姑 然后是我大大爷 我二大爷 然后就是我父亲 我老爹是在兄弟中派行第三 在他们兄弟姐妹中 他派行第四 下面还有我老叔和一个我老公 我老爸是1926年生人 他是属虎的 从小他也不会读书 属于是一念书就犯困那种 基本上是文盲半文盲 原来是文盲 参加革命以后 学了一点文化 能看懂报纸 写个简单的信 但是基本上还是文盲半文盲 我老爸这个人脾气很倔 据传说 少年时代就很倔 从小就倔 他少年的时候帮我奶奶剁饺子馅 剁酸菜馅 拿大菜刀逛逛逛逛逛 那儿剁 什么用力锅蒙 把菜刀一下子就砍到菜堆里了 怎么拔 拔不起来 我老爸就生气了 他就拿起斧子来 找了个斧子 逛逛逛 把菜堆 他就劈碎了 连酸菜 连饺子馅 带菜堆 统统扔到院子里 被我奶奶抱骂一顿 就那么倔 菜刀夹在菜堆里 那宁可把菜堆批碎 就这么有脾气 我老爸读书不行 但是干装这活是好把持 他特别心灵手巧 给我的记忆 他一个是干活勤快 再一个就是手特别强 给我一个印象是什么 任何一个什么边角废料之类的东西 在他手里都能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 比如说他去割了一捆柳条回来 马上他能就给你编出一个筐来 我要拿这个筐去挖野菜什么 他就现编就敢大 就来得及 他就给你编个筐 你就可以拿走 我捡回来一块木头 他就去修一修 到雪一雪 钻个眼 按两个棍 就可以给我坐个推车 我去砍柴 就不用背着了 不用背柴子了 可以用小车推着 就省劲很多 他手特别强 早睡早起 也是一个标准的老农民 不善什么言辞 是很能干活 脾气很暴躁 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老农民 东北老农民 我们家我大姑的给大家讲过了 他的故事 他嫁给我大姑父 大姑父是什么汉奸院长 这是我大姑的故事 我二大爷的故事也讲过了 当东北军的军官随着东北军去管理了 我大伯父大大爷 他是过廊挑八股绳的走村串户卖东西 后来他又自己开了一个豆腐房 早早分家另住了 我爷爷后来去世 家里就生我奶奶 我老爸 我老爹 我叔叔和我老姑 生他们四口人相依未命 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变成了我老爹 他要赚钱养家 家里也没有地了 家里原来有几亩地 我二大爷不是跟人家三姨太跑了吗 为了打这场官司 把那几亩地也卖了 家里也没有地了 我老爸就出去当昌宫 我们当地的土话叫扛活 给地主家去当昌宫 我老爸是一直在邻村一个黄姓地主 老黄头家打工 因为老黄头对他很好 是一个很老实芭蕉的一个人 一个老地主 因为我老爸在他家也干久了 他们互相信任 我老爸又特别能干活 老黄头就任命我老爸当公头 我们土话叫打头的 打头的就是公头 可以多赚钱 主要是赚粮食 年终的时候分粮 比如说玉米什么小米 你打头的可以分多少 普通的畅工分多少 分的工钱很多 基本上四口人吃粮过日子 是没有什么问题 再卖一点米买点日用品 这都没有问题 一个人打工可以养全家 而且还供着我老叔 我叔叔去读书 那个时候供一个学生 那也是要费用的 日子还过得去 我说的这都是满洲国时期 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满洲国垮台 我老爸还在这个地主老黄头家当上公 有一天他正在这个老黄头家炸草 就是用闸刀大闸刀炸青草给马做马料 那个地主老黄头他俩一起干 我老爸是摁那个闸刀 老黄头拿着草往上蓄 他俩配合 干的差不多了 老黄头回屋去喝水去了 我老爹就在这收拾 这个时候从院子外边呼呼啦啦 闯进来十来个当兵的 我老爸一看这当兵的 他是见过国民党兵 也见过日本兵 这些当兵的说跟他们都不一样 就穿的破破烂烂 有点像土匪 但是比土匪好一点 他们服装是一致的 土匪就穿什么的都有 没有制服 这些当兵的基本上都是挥布衣服 看起来像一支军队 这几个当兵的闯进院子来 领头的是个班长 这个班长就走到我老爹跟前 就问你说你是干嘛呢 在这儿 我老爸就说我是当上工 我在这炸草 这个班长马上就说 现在都解放了 你怎么还当上工啊 怎么还得低谱干活啊 别干活了 当兵吧 这一说完不要紧 他手下的这些士兵一哄而上 就开始干嘛呢 扒我老爹的衣服 把他那个破衣服什么的啊 就给他扒掉 这些当兵的从那个背包里拿出旧军装 就给他往上穿 还有给他穿上衣的 又给他套裤子的 还有把这拿出一顶军帽的 就给他扣到脑子上 那班长呢 后来又把他自己这个破三八大盖的步枪 让我老爹夸上 打眼之间呢 也就几分钟的事儿 我老爹就成为士兵了 这个班长就说 说我们是八路军 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你参加我们八路军是光荣的 你不要给这个地主的抗补了 我老爹当时就被这些当兵的给弄傻了 你说他这脾气却 他也没反抗 看谁拿着枪 他也是不敢反抗 站在那儿就傻了 背着枪了 你看这几分钟的工作 刚才扎草呢 现在穿上军装 跨上枪了 他们这一闹他 这个老黄头啊 就从屋里出来了 这老地主就出来了 这一看老黄头又傻眼了 这是刚才他俩一起干活呢 这是长工啊 眨眼之间穿上军装 背着枪了 老黄头问这这怎么回事啊 那个班长就跟老黄头说 说我们是八路军 你这个长工啊 现在跟我们当兵了 他现在不是你的长工了 你赶紧给他接工钱吧 老黄头也傻了 老黄头是吓得半天说不出话 老黄头说那个 我怎么给他接工钱呢 现在满洲国倒了那个老头票 满洲国的货币也不好花了 也不能用了 都非把货币了 我拿什么给他接工钱呢 粮食现在没打下来 这个班长很有办法 很聪明 他一眼看见那个羊圈里头啊 有几只羊 他说这几只羊 都归这个长工了 你把这几只羊赶到他们家去 连告诉他家一声 这个人跟我们当兵了 通知他们家一下 你把这几只羊 立即赶到他们家当工钱 说完呢 这是来个当兵的 就促兵着我老爹拽着他 一路归队去了 他们八路军的一个营 路过那个村子 接下来 他们又跑步前进几十里地 到江边一个村子 叫什么巴厘港的村 那里有一只土匪 他们去剿匪 顺路就抓了一个壮丁 把我老爸给弄回入伍了 光荣入伍 他这个老黄头也是不敢不执行命令啊 这就赶着六只羊 六只羊羊圈里的 就去我奶奶家了 去我奶奶家 我奶奶一看 这怎么着 这老黄掌柜的 他赶六只羊来啊 老黄头赶紧给我奶奶说 你儿子已经被八路军抓走了 抓壮丁了 让我把这个羊赶过来算工钱 说你看看 是不是你去部队去找一下是怎么的 这女儿都被跑去弄走了 我奶奶一听 这非常着急 因为我老爹呢 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靠我老爹这一个人养着全家 那他要当兵了 被抓走了 那全家人完蛋了 没干活了 我奶奶就立即出门 老太太一双小脚 就去追这支八路军 他就从我们那个村子走到八路军打仗 去剿匪的那个地方 还有十多里路啊 很远 老太太就一路追下去 到江边八里岗的什么那个村子 找到这支八路军了 这支八路军是刚跟土匪打完仗 他们现在正住在那什么 埋锅造饭的 我奶奶就找 说来找儿子来了 他们那个部队的那个营长 出来接待的 老太太就说我这个儿子还得养家呀 说你们不能给抓了呀 不能给抓状丁 现在他打工养家 看不过养家 你们不能给这样抓来 我得领他回去 那营长说那能行吧 你参加革命了 当兵了 那随便你领着就走 说那不可以不可以 不行不行 哎呀 我奶奶也是谈判专家 老太太一想是那样吧 说我还有一个儿子 是我小儿子 他就只说我老叔 说我这小儿子呢 那个是上中学 现在放暑假在家 他说能不能我用那个小儿子拿来跟你们换 我小儿子可以当你们的兵 这个大儿子呢 得回去 看不过养家 哎 这营长一听是中学生 营长还挺感兴趣 他说那学生好 说我们喜欢学生 你去把你那个儿子领了我看看 这就很晚了 他又连夜走回家 回到家呢 就跟我叔叔说啊 我叔叔当时是在城里念中学 住假正在家 他那年刚刚16岁 就说是15周岁吧 你应该是念到初三那个意思 马上就上高中了 就跟我叔叔说 你三哥吧 被八路军抓走了 现在得拿你去换 我老叔是怎么拒绝 你这个得我老爹回来养家呀 他也不好拒绝 第二天早晨 我奶奶就带着我老叔 又去巴黎杆布村 又去江面去找那支部队 到部队那里找到那个营长 营长一看 看到我老叔了 我老叔尽管是只有16岁 但是个子很高啊 像成年大小伙子那么高个子 人长得很帅 而且读书人念中学的气质 跟我老爹 那明显不像我老爹 那就是傻农民 我老叔毕竟念书的 文质彬彬的 哎呀这营长就非常喜欢 哎呀这学长好 我们要这个要这个 那个你赶紧领回去 哎呀我奶奶就把我老叔啊 就这样就送当兵去了 那就入伍了 把我老爸呢就领回去了 我老爸回忆啊 说在现场呢 因为我老叔肯定是他不愿意当兵啊 谁知道那时候战乱年代的当兵 肯定是送死的啊 他念书念得好好的 谁愿意当兵去 但是又不得已嘛 说我老叔是泪流满面啊 就站在那儿也不情愿 那你怎么办啊 那就是面临这么一个情况的 共产党就这么不讲理 那那八路军就要这么做 就只能这样交换了啊 我老爸是跟我奶奶就回来了啊 我老叔就留在部队 他们头一天晚上的战斗啊 我老爸还受了点轻伤啊 胳膊给土匪的子弹打穿了啊 掉个绷带啊 跟着我奶奶就回去了啊 我老爸这就算当了一天一夜的兵啊 就算两天吧 这就是他的光荣经历 当过八路军呢 还付过伤啊 我老叔呢就开始跟部队走了啊 他们就是一路打仗啊 他跟这营长当通讯员 那因为他有文化嘛 认字啊 那个年代认字就不得了 很少认字的啊 当通讯员经历了很多战斗 后来又下到部队 当什么班长排长啊 一路什么辽审战役 一路往南打啊 一直打到海南岛 到海南岛那时候 他好像就已经连长 号称是四野最年轻的连长啊 那就十几岁吧 十八九岁 他们那支部队又回到湖南剿匪 有很多故事吧 后来有什么主力部队 地方化 他又受一个什么军衔少校 又当湖南华荣县武装部长啊 就是关公走华荣道的那个华荣 好像挨尽常德 后来他又调到湖南一阳市 当武装部长啊 又升官因为有文化那个年代有文化 就升官 我老叔啊 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他挺仇恨我奶奶啊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老妈是我奶奶啊倾向于哥哥 倾向我老爹 你不让哥哥死 让弟弟死 把弟弟送到部队去 他的意思就是老太太不心疼他 所以让他去交换 兄弟交换当兵的故事啊 在我们家乡是传送一时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有的时候跟别人说 别人都说啊 知道听说过 说有一家哥哥被共产党被巴勒军抓走了 最后用弟弟换回来的 我说那就是我们家啊 那就我老爹和我叔叔 我叔叔因为怨恨我奶奶啊 他当兵以后我就从来没回过家 无论他在东北也好 后来他在湖南当官的也好啊 从来没有探过家 可能是这股怨气嘛 一直在他心里 他没有放下 所以就没有回过家 但是他有一次说 文件代给我老爸写信 他突然想起来 他在东北小的时候 戴那种棉帽子啊 就是狗皮的那种 大毛泽那种帽子啊 系上那很保暖 他说他非常想念那个棉帽子 说能不能给我系了一顶 在湖南倒用不上 他说我就想看看啊 就回忆怀旧 我老爸好像用了一个月的工资 当年啊 给他买了一顶狐狸皮的帽子 说好像花了几十块钱 当年的几十块钱 还是很实的 是最好的 狐狸皮的 买了一顶新帽子 打包给他系到湖南去了 就让他感受一下家乡的物件 有一个回忆吧 我老叔可能也是因为战争多年 把他的身体也搞完了 也受过很多重伤 受过多次重伤 说他这个头皮被炮弹的 炸的都不长头发 他是七一年 他就去世了 很早就四十岁 很早就去世了 他们家那些孩子 还有我婶子都在湖南一养 我八十年代去看他们 我老爸是富商回家 被我老叔给换回来 他就在家养了一段伤 我就讲过奇云 去我们那个村开展 土改建立党组织 他找到我老爸 让我老爸当我那个村的农会会长 村长 我老爸不是凯然英允吗 他们就从此走向革命生涯 他那一段就比较辉煌了 倒不是说国家大辉煌了 他就是干革命工作 他那种人受这个奇云的洗脑 什么为了共产主义 为了穷人翻身 我们要给穷人当牢筋 当长工 就拼命的干革命工作 也经历过很多危险 出生入死吧 还有领导什么村里有一个民兵小队 跟地主怀强团对打 有一些逃亡地主跑到国统区域 武装起来又打回来报仇 也有很多故事 这些地主也是不甘心他们的土地被夺 发生过很多次战斗 最危险的一次倒不是跟环兴团战斗 我老爹跟我讲说是有一次被有什么人使坏 他们在村公所就是在这个村政府 他们几个民兵小队的人 他们正在那研究室开会 有人向区政府送信 说他们这个村政府已经被环兴团占领了 驱龙队就立刻就出发几十匹快马就冲过来了 冲过来你都真查清楚了怎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被占领了 这驱龙队到他们这个村公所的墙外 这个大院也是个地主家的 原来的院子 就向里边扔手里弹 向里头开枪 把我老爸他们打的 是狼狈不堪 以为环兴团又攻上来了 后来看见冲进来了 都是自己人 那认识都一个乡的 这才知道搞误会了 这是好学妹被群众队给消灭 他们的意思 我老爹印象最深的 是他们还之前支援前线 出动民工 退着小车 什么送粮食 跟着四野往南打 之前的过程中 还被华路军利用 去搞侦查 进昌春 假装装成小贩 挖一个筐 卖点什么菜去城里 我问我老爹 我说你们进城里 还不害怕你们这侦查 这种文盲农民 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害怕 装成卖东西的 也不知道能侦查出什么情报来 他们文化水平 那个纸上 说到侦查 我还想到一个段子 说一个也是个老八路 说他当年进城侦查 侦查日本人 金仙城 也是跨框 假装卖点东西 有的孩子就问他 给小学生做报告 这些小学生就问老八路 你们随便进城卖东西 日本人要 老八路说 日本人再不是人 他也得让老百姓做小买卖 这句话说的多好 日本人侵略者 他也得让老百姓做小买卖 跨着栏子卖东西也没事 共产党现在这些城馆 你随便卖东西看看 打死你 我老爹也是 当年进长春侦查 挂个篮子 还是卖菜 卖鸡蛋 好多他的这些革命年代的故事 搞粗改 就不用说了 跟着齐元一起闹粗改 枪毙我们村的大地主 李大山人 他们这个组织都特别多 解放以后 中共建国 共产党论功行赏 把跟他们一起打天下的 还没忘了他们 我老爹就被招进县农业局 去当国家干部 那就有工资领了 农业局下面有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 主要是搞农技推广的 他在那个什么农技推广站里 当个站长 这是五十年代 他就四处跑 什么推广农业技术 什么推广什么两种 什么改良的农业机器 就这些事情 后来是干了几年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 我老爸他这个性格 一个是没完化 再一个他脾气太俊 工作抗上 总跟上级顶 当时现农业局的局长 叫张文峰 好像是张文峰 张局长是八路军转业 他好像是个团长 转业以后第一配当农业局局长 他就是老八路作风 可能也是没什么文化 工作作风非常生硬 经常跟我老爸发生冲突 我老爸经常顶撞他 有一次是张局长开会 部署他们农技推广站 推广什么呢 要改小笼 什么意思呢 当时农民种地 种麦子都是大笼麦子 一大笼一大笼的 间隔的非常远 不是像现在种麦子一大片 一根一根的这样的 一颗一颗的 当时都是一大笼一大笼的 张文峰说上级有要求了 要改小笼 把大笼麦子现在都要产掉 重新种秘植 就这样都高产了 这上级决定的 现在要下去推广 让农民把麦子都产了 都要秘植 改小笼 我老爸他是农民出身的 他是干了几十年农活 从小就干 他非常懂 他就跟张文峰说什么呢 跟张局长说 说现在改不了了 说明年可以 为什么呢 现在麦子长起来了 你现在把它产了 重新种来不及了 是这样的容易绝产 你现在种来不及 所说的祸祸祸人 你这样就可能给农民搞绝产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农民也不会答应 但是张文峰 这张局长就跟他拍桌了 这上级决定 全省都搞 你怎么可以不搞 我老爹那句 你这不胡来吗 那时候麦子长这么高了 差不多有一尺高了 你现在重新再改 从现在中共纯属不来 瞎指挥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这张局长就拍桌子 那你要不执行命令 那你就滚蛋 就这样说 那些军人们团长出身 那战争年代过来的 有什么好话 这两个人就差点没打起来 不放上散 到第二天 我老爸再去上班 这个张局长就告诉我老爸 气呼呼的 说你哪哪哪去 你还是回你们那个乡 回你们那个乡 党委给你安排工作 你就回去就完了 我老爸一听也很生气 反正就走 就回我们老家回去等安排工作 老爸又回到我们那个乡 当时叫什么公社了 乡改公社 公社党委一看他回来了 都很熟悉 正好你们老家那个村党支部书记还空缺 你原来就是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你还要回去当那个党支部书记就完了 我老爹又回去当我们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这个事好像是现在这么说起来很轻松 但是这个事情给我们家的生活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 因为他原来在农业局上班的时候属于国家干部 他是拿工资的 一个月几十块钱工资 那个时候的钱也很实 这几十块钱可以养家的 吃粮的是吃供应粮 供应粮就国家供应的粮 粮价很低 也能保证供应 还有时候有点细粮 就保证可以过上基本的生活 他这一离开农业局 被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下放 我老爹就失去了这个代 工资也没了 什么供应粮全家的也没了 他回到村里当那个支部书记 跟农民就一样 还跟他原来打头的那个工头一样 无非是带着一帮农奴 带着一帮公社社员 涉案队的社员一起干活 就没有了国家干部的代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他又不会去争取 他很抗上 就跟领导干起来了 他不会去找 不会去什么申诉 不会去上访 他认为这很应当的 什么都是革命工作 在农业局是革命工作 回来当支部书记 还是革命工作 这个文盲 这半文盲 这就是没文化 没办法 他回到我们村 马上就开始搞合作化 这就把农民的土地又收上来 当年是土改 他领的农民分地主的土地 现在又把农民的土地收上来 搞合作化 农村搞什么生产小队 生产大队 成立人民共事 这共产党就阴损在这里 当年打仗的时候 需要农民支持 就把地主的土地夺过来 分给你们 现在得了天下了 再把土地收上来 谁变成地主呢 就是共产党变成了唯一的地主 土地都归国家所有了 都归共产党所有了 这共产党就这么缺的了 这又有很多故事 农民那谁愿意交地 谁愿意把地交给 生产大队 一些大牲畜 你得收上来 你家有马 有牛 也得收上来 强行去牵 你家的牛马 强行牵到生产队 牵到生产大队 弄的是民怨沸腾 我老爸积极执行 党的这些什么极左政策 有村民不服的什么的 那怎么办 那就无非就是骂 就是打 作风粗暴 接下来又是什么大跃进 那就荒唐透顶了 什么牡产万斤 什么十万斤 搞什么挖地三尺 这都上级命令的 共产党就认为 上头大官就认为 底下的土更肥沃 要把底下的土翻上来 我们那里顶上的一层 最上面的一层是黑土 下面就是沙子 你挖到三尺 就把沙子挖上来了 地就沙漠化 共产党就这么胡来 搞什么轨道化 把每家大炕的炕炎的 没有木头 我们的平原区 都拆下来 做成轨道 就像铁轨的时候轨道 把那个土框 粪框 从这个轨道上 用绳子拉着 拉到地里 这样说这样省力 就是穷折腾 这一通穷折腾 折腾下来的结果 就是什么 就是大计划 开始挨饿 所以我小的时候 最深刻的记忆 那我不说 我跟墨延的记忆一样 就是饿 吃不上饭 再加上 共产党搞什么高争购 把农民的粮食 都作为公粮 给你收走 留下来的口粮 基本上都不够吃 每年 青黄国节的时候 春天尤其是 新粮没有下来 旧粮都吃完 得有那么三四个月时间 没有粮吃 吃点野菜 吃糠 我从小吃糠 吃玉米糠 那都猪吃的 从小吃 把这个胃都吃坏了 我老爸在村里 他又很有特点 我小的时候记得 他穿一件军大衣 不是穿着 是披着 披着肩上 两只胳膊不伸进袖子里 像一个抖风似的 走在街上 微风凛凛 也有人穿军大衣 那些大队干部 什么的 那些村干部穿 但是每个人都 回回咀咀咀的 把胳膊伸到袖子里 系好大衣的扣子 但是他就像个 配风似的 这么配的 别人是不可以的 还有他走路 他的村里 只有他能背着手走 要无仰为 别人是不敢 我小的时候学他那样走路 老爷子就踹我 他就踢我 那个姿势太好玩了 吐黄上 再有 我觉得老爷子 这个工作方法 这我老爹也没有任何工作方法 除了骂人 打人 也没什么思想工作 就是会骂人 原来没有条件 就是直接骂 谁不好干活 什么什么的 当面骂你顿 后来高科技了 村里装什么 广播喇叭 大家也可能有知道 村头 村中心 立一个大广播喇叭 应该电信杆上 按一个大广播喇叭 有麦克风这样的 可以喊话 经常在广播喇叭里喊 骂 什么三队的 什么王老五 不好干活 什么数老二的 什么一扒了一动弹 什么什么什么的 再就是什么 五队的 什么李老四 什么什么的 你什么不好干 什么出工不出力 什么什么就在那儿骂 再就是这个上级传达什么了 那他在那儿再给讲一讲 骂刘少奇 文革说批刘少奇嘛 他也在广播喇叭里也骂 什么刘少奇 尽管反对毛主席 要伏毙社会主义 应该就枪毙 无知 伏毙社会主义 应该是伏毙资本主义 那他哪懂 在广播喇叭里去瞎出 他这样打骂社员的打骂农民 那是让我老妈呀就看不下去 我老妈是心肠就特别好 也劝不住他 我老妈呢 没有办法 他打骂谁了 那我老妈就赶紧去挨打的 挨骂的这个人的家 去给人家赔不是 有的时候觉得口头说 赔不是还过于不去 我们家攒的鸡蛋 本来是拿来卖钱的 因为当时在农村 唯一能换钱的就是鸡蛋 家里养几只鸡 下几个鸡蛋 舍不得吃 卖到宏销市 一个鸡蛋 我记得是气氛一些 能换点酱油 换点盐 什么的 我老妈这样舍不得吃 舍不得拿去卖 拿这个鸡蛋 去送给宋委区的乡亲 就道歉吧 替我老爸圆这个场 打你了 骂你了 不好意思 完了就给你送点鸡蛋 我们家鸡蛋都这样 赔偿光了 接下来是文革 文革开始 我老爸一开始 还没受到什么冲击 文革后期受到冲击了 又揪漏王走资派 揪到他了 大队书弟们 大队干嘛都要打倒 一帮城里来的红卫兵 也是到我们那里 批斗他 参与批斗 这些社员上去诉苦 被他打过骂过的 很多都恨他 上去诉苦 说的什么大人 骂人什么 那些城里来的学生 一听这走资派这么坏 上去就打我老爹 很多人上去打他 最后把他腰打坏了 他回家以后 在炕上躺了后几个月 那次把他打得很重 用冻的土块 当时冻北天冷 土一冻 冻成像石头似的 砸到他腰上 把他腰砸坏了 在炕上躺了两三个月 文革折腾完 他又官复原职 运动一过 像他们这种老伯命 马上又官复原职了 又当大队书记 但是他好多了 好的什么呢 就是工作方法 不那么粗暴了 因为文革教育了他 你得罪人了 最后有运动来 你也同样会挨打 人家老百姓 也起来要整你 要斗争你 所以他就变得好一点 变得和气一点 通过这件事 我非常感激文革 我老爹没那么爆脾气了 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挺好 斗死了很多共产党的干部 搞死了很多老共匪 我觉得挺好 我老爹在外边不怎么打人了 文化大革命教育了他 但是在家里还是打 尤其是打我 我们这兄弟几个 我是最淘气 再一个我也懒 不爱干动火 所以我就是我老爹的眼中钉 肉中刺 就总爱他打 基本上每一天都要打一顿 真是被打出来了 所以后来混社会 不怕挨打 拳打脚踢 什么多数是因为什么不干活 什么偷懒 挨打 但是有一次挨打 挺好 就打得挺正当 怎么着呢 是我记得那年 我是十二三岁 我们那个村子里才刚刚装电 刚刚有电 你说这共产党统治 70年代了才有电 我去邻居家张大爷家玩 他们家正在装电 那个电工 给他家正在装电线 装上那个照明灯 那个电工装的过程中 他拿出来一个开关 现在看不见了 当年那叫拉线开关 有一个绳 那个开关 拽那个绳开关 可能年纪大的人知道 一个盒子 一个小盒 原盒 一个带个绳 其中有一个开关的盖坏了 就不能用了 整个那开关不能用 那盖已经碎了 他就把坏的开关 那这个座 他就扔到地上 就当废品就扔了 我一看这个东西好玩啊 因为一拉着 嘎巴嘎巴嘎巴想 这可以当玩具啊 那时候玩具又少 没有玩具 我看这个挺好 我就给透兜了踹兜去了 回到家呢 我就拿出来玩 拿着嘎巴嘎巴在这拉着玩 我老爸看见了 你从哪弄的这个东西 啊 我说那个邻居张大爷家的 你是不是偷人家东西 我说我没偷啊 我说他们没看见我拿的 我老爸说 那你不还是偷的吗 就是看没看见你拿的 我这上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打完了 揪着我耳道 拿着那个开关 去邻居张大爷家 到张大爷家说 你是不是偷你们家的这个开关啊 就给你们送过来 那张大爷就很不好意思 他说你看这那是电工扔的那废品 那不要的东西 你就打孩子干嘛 拿着玩 拿着玩 咱老爷子说那不行啊 这这这随便拿东西 没经过主任允许 到人家偷东西 这不管什么 绝对不管是残刺品什么都不行 这就得教育 赔礼道歉 那我又跟人家赔礼道歉 这这哪跟哪这事 但是这顿打 为什么挺好呢 接下来啊 青年时期啊 这什么错误都犯过 吃喝喝嫖赌 这是坑蒙拐骗啊 但是唯一没犯过的错误 就是偷东西 就是不偷东西 不偷东西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这次挨打 那你偷东西是绝对不行的 打死你啊 废旧的开关都不行 原子品的开关都不行 废品都不行 这顿打是记忆太深刻了 后来还打 这是十来岁就开始打 一直打到十六七岁 有的时候都不因为什么事 我觉得我老爹什么事气不顺 就得打我一顿 有的时候鞭子抽 鞭子是打牲口的 干嘛车用的鞭子 他抽的挺准 这么好事 一打就是一个血印子 那很厉害 原来他打我 我还跑 那谁谁爱打不跑 但是越跑 他追上去越打 跑能行吗 你不接受处罚 那得了 那后来就不跑了 那站着让他打呗 那你怎么办 挺着 有一次鞭子抽完了 胳膊上都是伤口 打完了 我用圆珠笔 把伤口 我都给他圈上 都给他画上 咱们就让他明显点 对我老爹打蛋 我就出去招摇过世 给大家看 给我打这样 我们村的老郑头 郑大爷 他看见我 他说你这胳膊怎么了 我就说 我老爸给我打的 就觉得理直气壮 老郑头一生常态 老郑头说 孩子你这样吧 你晚上上我家来 找你有事 几点钟几点钟来 我以为老郑头 真找我有事呗 吃晚饭的这个时间 我就去他家了 去他家了 一看呢 我老爸在他家 我老爹就在他家 两个人正坐在那喝酒 炕上摆个桌子 什么超兔兔丝 什么俩人在那 用酒中在那喝白酒 看见我进来了 老郑头说 来孩子来来来 坐这坐这 你也喝 你也坐这吃 坐这喝 我老爸说 那情况 他上桌子 这种场合 在我们农村 孩子和妇女 是不能上桌子 不能跟着一起吃 一起喝 老郑头说 这不行 一定得上桌子 他说我请来的 我有事 我老爸他不吱声 要么坐那喝喝吃 那我就来呗 我就坐那弄个酒中 老郑头一给我倒点酒 跟我干一杯 那是我第一次喝酒 老郑头就开始说事了 他中间给说 老郑头就开始劝我老爸 他说你这个打孩子 你这下手太重了 他说你看这孩子 这胳膊上这伤 什么的 你不能这么打 老郑头说 说这个小子 他就说 这个小子很聪明 将来是咱们国家的 动良之才 咱们国家将来有一天 他是要成为领导人的 你给打坏了 给打傻了 他怎么领导咱们国家了 开玩笑 我老爸就撇嘴 那意思 这国家动良之才 但是老郑头接下来说几句话 是打动我老弟 老郑头说什么呢 他说你不要再打了 就是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是吧 十六七了 你还打 是这孩子会祭你仇的 他会祭仇的 说将来祭仇了 谁养你老啊 就把你当成仇人了 你这不打出一个仇人来了 他说你这个多不明智啊 就说老爸 这句话 高老爸说动心了 他低头不吭声了 说到他心里去了 他知道打人这个事后果多严重 就是要打出一个仇人来 从此以后啊 这我老爸真就不打我了 不理我 也不管我 就不打了 我从此才结束挨打的生涯 我老爹这个人呢 他是工作方法没有 但是他有一个优点 就青年 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大队书记 管理我们这个村 真是不拿公家的一针一线 这一点他是真是做的比较好 这是我是知道了解的太清楚 我们家那么爱饿 如果但分他活动一下心眼 他或者说聪明一点的话 那大队书记家怎么会爱饿啊 那生润队有的是粮食 他一句话 那拿回多少的都可以啊 怎么会让家里揭不开锅啊 所以说他是受共产党那个教育洗脑 他是中毒太深啊 他是一点工具的便宜都不占 有一次粮荒嘛 就是家里接不开锅 这个连糠吃都没有了 我老妈呢 去找到我舅舅 我大舅 他是在我们那个大队 另一个自然村 叫第六生润队 我大舅呢 在那当生润队长 我老妈找到我大舅 说现在我家接不开锅 能不能给弄一袋玉米啊 弄一麻袋玉米 我大舅就晚上给送来一麻袋玉米 我们就连夜去生润队那个碾房 用那个石头碾子 把这个玉米碾碎 碾成叫玉米茶子 可以摇粥喝 这一袋玉米啊 真是救了全家的命了 度过青黄不接的那段时间 这件事被我老爸知道了 家里有米了 哪来的 不得不告诉他 是我大舅从他们那个第六生润队拿的 老爷子被气死 结果他怎么让他把我大舅给撤职了 因为他是大队书 他管着那个第六生润队 把我大舅给撤职了 他的意思是你能把这个玉米送到我们家来 那你也能拿玉米回你自己家 你这不就贪污吗 什么什么 他有他的一套的理论 给我大舅没气死的 你是什么人 你是怕你家饿死人 给你家送你那玉米 完了结果他被撤职 他这一点是他做的很好 非常清廉 有人给他送礼 比如说有人是为了当兵 说孩子当兵 孩子上大学 给他送点什么礼 有一次好像给他送了五块钱 他立即把这五块钱就送到公事党委去 有人向我行贿 他觉得这是很大一个事 那得了 那给我送五块钱 这领导还表扬他 说你这太清廉了 这党的好干部 给他美的不行 他都不知道怎么说他 他就这样 还有文革以后 他是挨过斗了 挨过群众的整了 他有所收敛 比如说70年代 我们村进了两辆拖拉机 上级分给的 有两辆拖拉机 就是东方红54 是那种恋鬼似的 像坦克车是那种很笨重的拖拉机 很多年轻人那时候也没有考大学 村里有很多高中生什么的 都想当拖拉机手 都想开拖拉机 一个是机械这个东西很吸引人 年轻人开拖拉机很威风很酷 在一个国比干普通的活要轻生一点 毕竟坐在驾驶室里操作了 很多人就争取这个机会 有一个高三的毕业生 叫红中山 现在我还记得 他家是富农 成分不太好 一直受歧视 但是那孩子人特别好 那个小伯 我管他叫胡哥 那个人特别好 他来我家 他也跟我老弟说 他也想当拖拉机手 他也想开拖拉机 我老爸跟他说什么 你开苏联去 你开苏修去 你把拖拉机 他不加富农 那意思是你要叛逃怎么办 把拖拉机开到苏联去怎么办 弄得那个红中山就非常委屈 后来我写这段故事的时候 我还说 什么开到苏联去 苏联要你那个破拖拉机 是不是 那不是开玩笑吗 老头说话就这么说 给那红中山弄得就特别尴尬 接下来红中山是拖拉机手也没当上 他老婆也跟他离婚了 不中山一下子就神经病了 受了一个刺激 神志混乱 天天疯疯癫癫 很可怜 带两个孩子 本身精神又不好 还来我们家 他还要当拖拉机手 眼睛直呆呆的疯了 还说老书记 我还想开拖拉机 这我老爸的确是文革 教育他了 有恻隐之心了 我老爸说 你就开 你让你开 那时候大力部 他们的党支部 别人反对 他这个精神不好了 怎么样他开 万一给开坏了 这么两台拖拉机 我老爸说 让他开 开坏了就坏了 结果这个红中山就开拖拉机 一开上拖拉机 病好了 他这个老婆也回来了 他这个老婆也回来了 全家团圆 开上拖拉机 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 当拖拉机手了 病好了 开拖拉机还治病 最搞笑的是 后来这个分生产队 单干了吧 生产队也解散了 那拖拉机 还就归红中山了 他开了 那拖拉机就归他了 他交了很少一点钱 别人都分的很少的东西 分一个什么礼 分点什么简单的东西 红中山分到一台拖拉机 云获得福 红中山对我老爹 就很感恩让他当了拖拉技术 这老爷子做了件好事吧 看到红中山有病了 可怜他 让他当了拖拉技术 改革开放以后 我老爹他这个思想就跟不上新时代了 他还是毛泽东那一套 什么东西都有节级斗争 什么东西就得什么集体干 什么集体化 对于分田单干 他非常反感 不能分 分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那又回到资本主义了 又反感什么 邓小平上来就搞什么修正主义 他这个脑筋就做得要命 那你抵制分田单干不行 那上级的政策 黑龙江分田单干就够晚的了 南方什么安徽 万里 四川 赵紫阳 70年代末就开始分田单干了 我们那里82年83年才开始搞 那个省委书记当时叫什么杨毅臣 非常左 全国哪都分田单干了 我们那不分 我老爸就跟杨毅臣一样 就死闹挖金 不分 那不分的共产党也不客气 你就别干了 也年纪大了 就把他撤职了 你就退休了 他这个从大队书记退休 也没有什么工资 实际上不好说嘛 就是农民吧 就是农民里的大头的 就是公投 这个时候 他有的老战友就开始找他 说你原来在县农业局 上了那么长时间的班 将近十年的工作 你应该去找 那个时候流行平反昭雪 温哥以后 说你这个事应该给你平反 你是有公职的嘛 你现在应该去找去上榜 你要恢复你的公职 要求平反 我老爹就去找过几次 去农业局 但是这都20多年过去了 你50年代发生的事 这都80年代了 找过几次 那个局里就很推土 因为他当时那些老战友 这个老同事也基本上都退休了 有的去世了 没人管他这个事 而且他这个事也没有什么档案 也找不到了 20多年 当然是还使火过一次 都烧掉了 什么都找不到 他这个事情也拖下来了 好像是83年 我从南方回来 跟老爷子说 我说那我另去找吧 我说当时你们农业局的那些领导们 现在谁还在 我老爸说 就是他们那个副局长 那政局长 那张文峰 当年跟他发生冲突的那个文革的时候 被红卫兵打死了 说是红卫兵批斗的 当场被红卫兵用皮带 就抽死在那个批斗台上 你说这老八路 工作作风粗暴 最后也是被文革把他搞死了 他说那个副局长 现在还在当县长了 常务副县长 叫徐中福 他说现在是常务副县长 我说那你找这个局县长不就完了吗 我说他是你的老领导吗 有老战友他们的很多年在一起公私 我老爸还不太愿意去找 这他也不好意思 是这么多年都没见面 我说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是吧 那就是找我带他去 那个时候说了个纤尾 还随便进 去他那个纤尾一个办公楼二楼 找到徐县长的那个办公室 一进屋 徐县长还真认识 还认识我老爹 一看这老战友在一起工作那么多年 一起土改的说 他们就认识 两个人很亲热 说了一下情况 我老爹就说嘛 他有要求能不能给他平反 徐县长就说 他说你早就应该来了 他说当年 因为他是当时那个事情发生 那个时候 我老爸跟那个张文峰 张局长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在现场 他说这个张局长决定把你下放回农村 是没有经过我们局当委讨论的 是他个人的意见 就那么一句话你就走了 说也没有任何手续 他说你应该当时就应该上访 去县里找 张局长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说让你那你就滚了 这什么事啊 他说我当时我是副局长 我也不好说什么 张局长也很厉害很霸道 他说你早就应该来找 早就应该给你平反了 这个事很荒唐 徐县长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我给你出个证明吧 徐县长就拿出一本稿纸来 在上面写了两页纸 就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 这个人是这个农业局的老干部 当年是被冤枉了 被下放 现在应该给他平反 写完了签上他名字 还盖了他一个章 他又给当场给组织部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一会有人来找你们 他就告诉我老爸说 那你们就去组织部 你落实这件事 我老爸挺高兴的 跟他握手告别 我们去组织部 组织部又调查了一段时间 他们又找了一些证人 有些就证实 你是不是在这里 怎么回事 都调查清楚 后来到什么人事局办手续 年纪大 快60岁了 直接退休 我老爸还算是善终 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 最后能拿一个退休金 他算离休 以为他是建国前的老干部 46年参加革命了 但是他这20多年没拿工资 对我们家的影响太大了 因为这20多年正是养孩子 爱饿什么的 有工资 这些孩子不至于那么饿 是吧 最起码吃的饱 但是他也算有福 在哪呢他长寿 少拿了20多年工资 他现在活快100岁了 7岁99 周岁今年98岁 又多拿了这么多年的工资 现在工资又涨了 可能近万块了 一年工资收入也不少 离休老干部了 福利待遇也很好 他是给共产党卖了一辈子命 共产党也算没亏待到老 后来我到北京 我原来讲过的 我们村出去的大学者崔文华 写过什么权力的祭坛 参与过电视片和尚的策划 后来他撰稿过大国崛起的崔文华先生 他是我们村的 他当年是我老爸当书记的那个时候 推荐工资兵大学生 把他推荐到乌兰师班学校 后来他又考研究生干什么的 又到了广学院营审教 我跟崔文华跟老崔聊起我老爸来了 这个老崔他对我老爸的印象非常不好 他说你老爸文盲老农民工作方法太粗暴 他说你老爸整个就是一个小毛泽东 在咱们村里搞极左的那一套 几十年 所以你老爸就是个小毛泽东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当年上大学 是不是我老爸推荐的吗 他也笑了 他说我也不感激他 他说那是当时的教育制度的问题 他说凭我这么聪明 我考什么考不上 那是可以高考 是吧 我最后他说给我推荐个什么破试饭的 毕业来给我分到什么大县岭 邻居那苦寒之地 后来我自己又考在中山大学的研究之后 他说考自己 还是这样说 我又跟我们村出去的高干 林永范我讲过的 我们村出去的 当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 后来在林永总局当过司长 我跟他聊起我老爸 我说了一下 我说那个老崔对我老爸的看法非常不好 说他太左 但是林永范他非常会说话 这毕竟是共产党的高官会讲话 他说小崔这样说也没有道理 他说你爸是有点左 但是他有他的优点 他说尽管是文化 没有文化工作方法有问题 他说你老爸的优点什么呢 就是他不拖展 他说你老爸跟社员一起干活 而且比大家干的多 干的快 干的好 他说你老爸这一点 那是真没得说 他不脱离劳动 还有他说你老爸还是很公道 他说你比如说小崔推荐上大学 他说你哥 他就说我二哥 说跟小崔同班同学 他说那老爷子也可以推荐自己的儿子 就是推荐我哥上大学 那他没有推荐自己的孩子 推荐你小崔了 那不还是很公道吗 刘伟范说 他说说你老爸是小毛泽东 有点夸张 他说你老爸应该是小陈永贵 大家知道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他说你爱写作 他说我爱写作 他说你可以写一写你家老爷子 他说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 极左的环境下参加革命 闹革命什么搞屠改 极左了一生 是一个典型人物 他说你可以写一写这个人 吴老爸跟我是观点截然相反 他是热爱共产党 被共产党洗脑了一辈子 其有人给他灌输的那套东西 他还是洗脑洗得很彻底 感谢共产党 感谢毛主席 非常崇拜毛泽东 毛主席把他解放了 那的确是啊 共产党来他解放了 他由长工变成国家干部 统治全村要不要为 那他肯定感谢共产党了 毛主席来了 他能当村书记 他感谢毛主席 习总要现在让我当县长 我也感谢习总啊 我跟我老爸是政治观点 截然相反 这也是他这个常年暴力 对待我的结果 我这逆反了 反共 我们俩又是一聊天 就是冲突 他就开始骂我 他总要枪毙我 他说战争年代 我怎么早把你毙了 总要枪毙我 我把他曾经接到过北京 我在北京 接他去 他待几天他就走了 他说你这楼上楼下不方便 又没人聊天 又干不了活 主要是干不了农活 他是一定得干农活 他现在快一百岁了 还能干农活 种园子啊 什么种点菜啊 每天还是在劳动 他始终保持农民的本色 我回国探亲的时候 也曾经跟他说过 我说要不我把你接到国外去 他一听说我接到出国 哪立刻头摇的跟布朗姆似的 不去不去不去 你们美国有什么好 你们美国天天什么枪战 街头都是流浪汉 吸毒的 我可受不了那个惊吓 我可不去你们美国 我跟他说 我说我不在美国 我说我在加拿大 他说反正我不去你们那边 不在美国 你也是美国走狗 他就认准了 我是美国走狗 我再跟他辩论 他就开始骂了 你给我滚毒了 你给我滚回美国去 总要我滚回美国去 好了 这期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讲王琴的故事 那边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